决定前的小朋友要去托儿所 那么家里和孩子班一样需要陪伴照顾的长辈 有没有一个让他们觉得舒服开心的地方呢 法律规定六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单独在家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年事已高的长辈们 独自在家也可能发生危险 大部分的家庭白天的时间 家中成员在外头上班上课 长者多半自己在家 长期下来缺乏互动的状况下 导致身心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身心退化是一个模糊渐进的过程 多数家人不亦察觉 等到发觉不对劲 长辈可能已经退化到一定的程度了 而如何延缓老化成了银法族的重要课题 托老园的设计概念就来自幼儿园 白天长辈在这里有专业的人员照料 还有专为他们设计的各项课程 增加社交功能延缓退化 来看这个让银法族长辈们重拾笑容的 也乃托老园 这里是银法族的幼稚园 一直说我要去读书了 我要去读书了 他就很开心 吃点心 玩游戏 延缓老化 有啦 这真的很好啦 回家觉得我们睡得很健康 回家都很健康 回家要睡就非常好睡 银法新产业迎接高龄世代 关于老后的生活 身体还算健康 可是活动力大不如前 除了待在家里 他们能有什么选择 出门有安全上的顾虑 在家无所事事 又缺乏社交的情况下 可能加速退化甚至失止 你感觉有办法做 你都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就坐到坐了 那不是 对吧 学龄前的孩子需要托儿 那么开始衰老退化的长者 也有托老的需求 一 二 三 七 五 八 这里是银法族的幼稚园 上课前老师以温热按摩 来唤醒长辈的身体能量 偷算出来 八十岁以上真正失能的族群 大概占了二十三万多人 换句话说占了三分之一 刚刚好三分之一 那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失能失职 郑瑶任指出 这些开始出现退化 但是还不至于失能的长者 属于雅建坤的族群 在照顾上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 一次一次的啦 一次一次的 这儿说给你 我还要你加油吗 这方面就说你 渐渐再退化 所以他常常都吃一些 可能是已经坏掉的东西 或者是药的部分也没办法按照规定来吃 那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觉得说 在家裡雖然看起來好像安全 事實上到處都是危險 不放心長輩一個人在家 在朝陽任教的林毅輩 將母親帶來學校開設的 飲法園上課 在這裡除了有人照料之外 老師也會和家屬 溝通長輩的身心狀況 最近都不吃飯了 那不吃飯的話 我們會以為說他好像在找麻煩 就健康方面的問地方有一些 或者是說他可能會有 某種程度的失智 所以造成他記憶力的減損 創辦營法員的鎮瑤任強調 他們和日照機構有所區隔 這裡的入學條件要具備自己進食 行走和如廁的自理能力 可以提供日照也可以提供日照 那大部分幾乎都是提供這個混合式的 那幾乎混合式的只要是混合 不管混合的比例多少 只要是你裡面都是健康的 就是所謂的雅健康 有一個失能的 那其實你的服務方案就是要當到失能 因此鎮法園的課程設計 會針對雅健康族群的長者 安排各種健康促進的課程 因為療法的用意就是可以延緩他們的老化 那他有一些各種動作 比如說這個他就是空間 他的空間有一些如果空間不好的長輩 其實他是會打到手 入學前 長輩會接受體適能測驗 幾個月之後再接受後測 來比較前後差異 譬如說他83歲 但是他可能測出來的幾次年齡 才79歲 就大致上都可以年輕5歲左右 那新來的長輩真的都比較老 自己一個人 在家裡胡思亂想啦 然後花鼻氣就亂罵啦 就亂罵啦 齊緒不好這樣子 就會落刀啦 老人家從具備高度生活自理的能力 到退化和失能 是一個模糊的漸進過程 多數家屬不易察覺 出現狀況之後 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直到看到影法員的招生廣告 才帶母親來上課 這裡除了課程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些年輕老師 和長輩的互動方式 玩跳舞 玩得不易樂乎 對啊 這裡的孩子都很好啦 都老師啦 他們回去都去學校 真的老師多好就多好 現在的老師也是很好 以前一個人單獨在家 沒有社交 缺乏互動 到現在可以上課 玩遊戲 還有人聊天 阿嬤的世界有了很大的轉變 為什麼要去拜六 六 拜 沒得到十千 對啊 跟我們妹妹說 每天都要來 對啊 說這兩天不好好無聊 他早上 你知道早上七點 他都穿著整整齊齊 我好了 然後我跟他講說 他七點半那個教室才開門 你現在太早了吧 在朝陽大學 銀法產業管理學系任教的鄭瑤任 幾年前帶著學生研究拖老人的論文 實際調查後發現 存在著廣大的需求和商機 不管是政府還是所謂的社會 甚至是業界 業者 產業 其實沒有去關注到 還有更大的需求 也就是所謂的病 等著去被滿足 這跟體制也有關 因為我們目前國內的體制 是把老人這個議題 當作是所謂的醫療跟社會主義 在台中市政府和學校的補助下 將學術論文付諸實踐 利用學校的教室 作為銀法員的空間 老師來源則是 銀法產業管理系的學生 在這一期 就是可以跟他們互動 而且是一整天下來的 去會了解他們一整天的反應 還有他們上課的過程 而且還跟阿嬤 阿嬤 今天有更多的互動 我覺得是比較好 雖然學界看好這項銀法族的需求 和發展商機 但是企業界關注度並不高 雖然有詢問度 卻沒有設立的意願 反倒是私人個體戶認為拖老園是一個可發展的產業趨勢 在銀法園建習了一個月之後 決定和朝陽科技大學建教合作 成立全台灣第一家私立銀法園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們的長者在這個人生階段 他也可以這麼快樂的 在這樣的一個被設計過的那個幼稚園裡面 去活他每天充實快樂園 午餐時間 廚房正準備大家的午餐 滿多人都認為說長輩 不要讓他吃太油太鹹 那我一樣少油 像我今天的雞腿一瓶油都沒放 好 就是少油 可是我會讓味道很滋 他們才會吃得下 我們有一個雜貝蝦 我都叫他雜貝蝦 他八月十號來到現在 他胖了三公斤 就是要讓他們有胃口 一定要讓他們有胃口 不然他在家裡一個人他都不吃 長輩常因為身體或是心理狀況 連帶影響食慾 以前沒有 沒事情走 陪老公 先老公走 現在大家給他人照顧 好好吃 還有一碗 還有一碗 這樣煮比較好吃 煮比較好吃 對啊 我們都 我們平常都只有放黑米 我們不要吃都很漂亮 餐桌上只有一個人的午餐 和大家的都不一樣 這是園長專門準備的 好吃 好吃嗎 好棒 那再吃兩口 再吃兩口就好了 好不好 吃兩口 好棒 黑夜好棒 好棒 黑夜好厲害 黑夜好厲害 他聽你好乖 都自己吃到有沒有 好 好吃 黑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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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歲的廟園爺爺爺 本來胃口就不好 總是很有禮貌的 不願意麻煩別人 也不願意一起吃午餐 為了這件事 園方試了許多不同的方法 他會看我們的菜色 它跟別人是一樣的話 他一定 他很聰明 他都知道 所以我會另外準備一份 給他 他會稍微瞄一瞄 他知道 不一樣 他就很放心的 會知道說 真的是我媳婦幫我準備了 他才會吃 拖老園的概念來自幼兒園 在這裡一整天的生活 老師都得照料著 1875 今年7月才開園 目前學生人數還不多 業者除了關心營運的目標之外 還有個問題值得關切 因為這項新興行業 遠遠跑在法令和政策之前 教育局有來問說 這個合法嗎 再來 因為所有的新的東西 當然都不在法裡面 包含說營法有合不合法 當然也沒有在法裡面 或者說 根本還沒有這種業態 怎麼會有所謂的合不合法 上課 預備 1 2 3 你手伸直 對 好 1 2 3 數到3 放手 1 2 3 5 很猙獰 因應高齡化趨勢 部分大專院校設置了營法族相關學系 但是台灣尚未建立出相關的產業規模 一開始會有點擔心啊 就想說 要不要畢業就轉跑道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系畢業很多 會去做保險 對 那種什麼 一般的保險也有 然後生前契約也有 可是我就 還不想走那一塊 就真的想要走 這種 就是像日拖這樣 好 沒運 你要丟用力一點 來 來 來 丟給十八歲 準備放學的時間 長輩各自找遊戲玩 老師則是在一旁寫聯絡簿 托老園的聯絡簿內容 多了用藥狀況和血壓紀錄 對 要回去嗎 要回去嗎 對 要回去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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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保了 好 好 媽 不要給她帶多多 帶多多 不知道 你知道嗎 只靠你來了 你撇八歲 撇八歲 撇八歲 鬆餅喔 喔 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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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回去中午 就是一個人在家 然後中午有時候 晚餐有時候就是隨便亂吃 我們就是既然中午有煮的話 有沒有 有時候會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給他們順便帶一些 到家了 等我啊 等我啊 先不要嚇 好 好 明天見囉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 有有 好 今天奶奶還特別伸頭一下 對啊 他覺得 對啊 開心 真的啊 我還特別幫他吹頭髮 他很好 長輩的身心健康 是每一位家屬的期盼 他不會在家一個人 他擔心一大人 沒有人幫忙 沒得說 他就會 因為他也是有憂鬱症 造成他比較 慌張或幹嘛心裡 對 利用這種傷害 他可以至少可以多一點 人情 人情接觸 扣老元 引發產業的試行者 讓老後的生活 可以多一種選擇 台灣人扣老化趨勢不可挡 只要用心和創意 老年生活也可以是 另一個喜悦的篇章 看趨勢 說真話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再會